我们一个人到这个世间来 这是缘 那因是什么呢 基本的因是一个 是相同的 心心 是变 这是完全相同的 一切法都不例外的 可是 我们到人间来投胎 找这个父母 这都是缘分了 那你为什么找这个 这一对夫妻做父母呢 你为什么不找别人呢 福在经上唱书 缘起 你看一桩四季 有阴 有缘 有苦 他不说缘起 他说缘起 为什么没有缘 不说阴呢 阴要变成果 当中一定要有缘 如果没有缘 阴不可能变成果 好像一粒瓜子 瓜子要结成瓜 这果 如果这粒瓜子没有缘 我们把它放在茶杯里头 他就没有缘了 他放一半年 他也结不了光 他的缘是什么 他一定要有土壤 要有肥料 要有空气 要有水分 要有阳光 那人在照顾他 是增上缘 他具备这些条件的时候 他就会长得很好 他会发芽 会茁壮 会开花 会结果 缺少一个都不行 发界云起 那你就想的是 五量因缘 谁住云 国异 你想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种子是阴 轻阴 土壤 土壤跟水分不一样 水分跟阳光又不一样 阳光跟空气又不一样 他要居足 他生长的这些条件 语言就是条件 要很多条件 居足的时候 他才能够生长 那么住法 法不一样 语言也不一样 我们一个人到这个世界来 这是语言 那因是什么呢 基本的因是一个 是相同的 心心 是必 这是完全相同的 一切法都不例外 可是 我们到人间来投胎 找这个父母 这都是缘分 那你为什么找这个 这一对夫妻做父母呢 你为什么不找别人呢 那 佛在经商跟我们解释 父母跟子女有缘 如果没有缘 当面也看不见 也找不到 什么缘呢 佛跟我们讲有四种缘 第一个 第一个 报恩 过去生中 你跟他有缘 这父母对你有恩惠 你遇到的很欢喜 你来报恩的 来报恩的小孩好啊 很神兴啊 孝子贤孙 他就那么聪明 就那么乖 就那么听话 那你要懂这个道理 我们对人要广结 善与 要广结恩惠啊 报恩的人才多 如果是第二种 报怨的 过去生中 你们是冤家对头 他到你家来 来报怨的 来报仇的 那这个麻烦大了 这个小孩将来 拜家词 会搞得你家破人亡啊 来报怨的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 好的小孩少 坏的小孩多 什么原因呢 你父母对人 是不识恩得多 还是自私自利 想占别人便宜点得多 这道理是在此定吗 第三种呢 是讨债的 你欠他的钱 但是不欠他的命 他也不会要你命 那你所赚的钱 就都还给他 就讨债鬼 那欠的少的 小孩养了三四岁 死了 为什么 他他 你花了那么多钱 他就那么多 他讨完就走了 他给你没什么感情 不管你怎么喜欢他 他对你没感情 如果是欠他多的 他可能要讨个 一二十岁 供到大学毕业了 拿到波斯学位走了 这是讨得多的 第四种就是还债的 是他欠父母的 所以他对父母物质生活 会照顾很好 也要看欠多少 欠的多的 那他多还嘛 对父母就照顾 物质照顾很优厚 如果欠的少的时候 对父母生活 勉强 够你够吃就可以了 不会给你多余的 不会给你过的日子 过得很好的 这我们都亲眼看见的 把父母当作什么 用人差不多一样 年岁大了 也有一个用人去照顾他 但是看得跟用人一样 每一个月生活费用 扣得紧紧的 没学佛不知道 一学佛 这还债的 过去父母欠他的不多 所以他还他的很少 佛说 没有这四种人 不会到一家了呀 那学佛之后了 那这一家的时候 这怎么怎么办呢 佛告诉我 把这些孽缘 转变成法缘 教啊 你要好好地教他了 教论力 教道德 教英国 把过去这个冤寨 都给他化解 变成法缘 你看看 不都在念吗 这些武门有定法吗 法武定法吗 看你会不会转变 这个道理 佛法没到中国来 怎么中国老祖宗知道了 所以老祖宗啊 重视 扎根教育 扎根教育 就是转变这个云 这云不是不能变的 能变的 你这一教一转变的时候 你对他就不识大恩大德了 他本来是 是抱恩抱怨 讨这还在的 你现在一下转变的时候 把他教他 变成了贤人 变成圣人 变成佛菩萨 这个恩德德的 从前修佛 这些法师大德 天天在教学 天天在讲经 所以学佛的人 天天真的在求悟啊 学而实习之不予悦乎 所以现在佛教没有了 这个我们要知道 佛教没有了 人就可怜 就等于社会 这个航海一样 灯塔没有了 你在大海里头 盲目的 没有方向的 你是知道苦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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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